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韩先生 欢迎二位了解一下两位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想跟老公调解一下很多问题 你想这是自己你就是管不了的嘛 家庭很大复杂的很 随他去 对了 您是说哪个问题可以随他去 家暴的问题呢 一般的都是从这个情感方面产生的 那情感那个问题在你看来大不大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想多了 那经济问题呢 就算我经常偷钱偷给儿子们的 第二次婚姻是吗 对对对我们俩都是第二次婚姻 如果他好多东西不改的话 改不了的话我们肯定是过不下去 李女士一开口 她的诉求多得让人有些吃惊 几乎涵盖了婚姻问题的所有方面 那么如此复杂深刻的家庭矛盾 到底从何而来 这还要从韩先生自身的家庭说起 和李女士结婚前 韩先生已经有三个儿子 如今都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了 可是唯有小儿子老三最令人操心 李女士和韩先生的经济问题 也随之而来 在我跟他一起的时候 他孩子十多岁 我们把他抚养大了 他有三个儿子 现在已经都成家都有孩子了 但是成家都是我们操办的 我就觉得该是我们操办的 我们就该办了 现在就有些钱 他就不该他出的 他也要去搞 他生子上学 那个学费我们也要去承担 我们都是在外地 孩子在家里给别人带 要出勤的嘛 那是当时 他也要过日我们去承担 他儿子跟他媳妇 每个月每个人都有五千块钱的工资 不止五千块 这个费用是 比如说是孩子们要求你们帮他们出呢 还是韩先生自己主动地揽下来了 他自己主动揽下来的 他揽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儿子每个月有那么多工资 他一开口就是说没勤没勤的那一针 温疼儿子 对对他就自己付 我的生子我就要付的 有的时候我肯定心里不乐 因为我们条件也不好 我们毕竟还有个女儿 我们女儿才多错 你需要花钱 而且去年跟前年两年都没赚到多少钱的那种 他说这个也有时是对的 有时就是错的 给小孙子付学费 给小孙子付这个保姆费等等这些 你是怎么想的呢 谁的孩子 谁的心疼 他从小几岁就失去了母亲 我把他带大 他也有点功劳 可能十多岁 他就到我家来的 现在三个儿子都成家了 跟顾客的家也没分 你觉得为什么要帮孩子们承担那些费用 我那个儿子 从小就被我承担 您的角度是完全站在心疼儿子 体谅儿子难处的角度 对吗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 也不算多 对你们来说 你们的生活不会有影响是吗 不会有影响的 能共得持就共 共不持五加五 这些您跟他交流过吗 好好的跟他沟通 从来没有 没有少量的习惯 我也不乱用情 我也不赌博 听到儿子用情 他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跟他说说 五加几基美美 兄弟都是五说这算 一直都是这样 对了 什么事情由你来决定 也许是出于心疼儿子 从小失去亲生母亲 韩先生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他总是会主动 多照顾小儿子一点 再者 韩先生多年来 习惯了家里所有事情 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给点小钱 给孙子上学 和请保姆这点小事 他就自己做主了 如果说钱少事小 不用和妻子商量 可是连装修房子 这样的大事 李女士也没有半点话语权 现在他就是说 装修家里的房子 我们是有两套房子 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是装好的 另外一套房子 是房款还差五万块钱 他要把装修给的 第三个儿子 我就不同日 他说不同日一代同日 就是这个理由 他为什么会那么想 是孩子要结婚 还是孩子要干什么 孩子自己都有孩子了 他就是说 他儿子他高兴 怎么搞就怎么搞 交流的结果 就是我乐意这样 对 跟我没关系 按照你单方面的说法 就是在这个家里 至少在经济这方面 你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因为工程款 都是走他手上来 这个钱在他心里 是赚与不赚 跟你没关系呢 还是 他赚钱不赚钱 都是他自己管 他总觉得好像 他的儿子他要承担 就是他是他亲生的 不是我亲生 不是跟我没关系的那一种 给这个小儿子 留装修款的这个事 他对孩子来说呢 有四方面呢 又有点过分 不但是孩子 就是家里面 养了一条狗 你对他好 他看你来的都跟你好 那我有对你儿子不好的资范吗 对吧 之所以在孩子 给孩子用钱这件事情上 都由您一个人说了算 是出于 因为他对孩子不好 所以我不跟他商量 还是出于 您已经习惯了 这家里的用钱 都是您做主 不用跟他商量 对 就这样子 他的钱 跟我的钱都是养的 谁付得行 他就是不需要商量的 他想怎么 给他儿子算是用钱 他就自己拿去用 按照他刚才的说法 多少年来 都是这种习惯 那这几年 你是越来越受不了 这种状态吗 对 家里的一切开支 都是我们的 就是理所当然 他体谅的是儿子的难处 你怎么看 那就不应该了 因为他毕竟是个成年人 30岁的人了 应该有担当 我现在不要他的 要他的家人吗 我不是要他的 他自己的思想 他自己承担就行了 他自己一个家庭 他把他自己的日子 顾好就行了 我们帮他听那个听 他的听就是 开地位 放电 韩先生的话语力 充满了对小儿子的 宠溺和包容 但李女士认为 丈夫这样的一种帮助行为 只会让老三 变得更加没有担当 在韩先生看来 李女士最多只能 当他自己的小家 管不了他和儿子们的 大家庭 既然在经济上 李女士没有发言权 那在情感上 韩先生能否给他一些安慰 没想到 曾经的一段聊天记录 却让他多年来 受尽身心折磨 一年龄左右 不是有那个 扣扣农场吗 他一个朋友 经常来武家吃饭 就看到我们 在玩扣扣农场 他就说 我们都加个好友吧 折折菜啊 偷偷菜 种种菜的那些 后来偶尔会聊聊天啊 什么东西的 他就看到 我跟他朋友聊天的 滋落 他就生气 他就是说 我有问题 我说你聊天可以看 要是说聊到 什么进不得人的思想 那你就可以说 我跟别人有关系 他的这个怀疑 在你来讲就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 什么实质内容的 对 就引发的怀疑 怀疑之后 解决的方法是 暴力 用这种理由 一个月 都耽误好几次的那种 他说的那个事情 不是那个事 他非要把你搞成事实 最后就用动手来解决 对 他解释的就是说 他批起来了 他就嫌大人 一个男人 要个女名字 女人 你不能给就是男人呢 对来的麻烦 脸上抹黑样子 拿自己的男人 不正视的样子 好 我现在问你的就是 他做了什么 在你看来给你抹黑了 他自己的事情 自己知道 我动手打他 确实打很多次 气氛度都 都走不动 他自信了 现在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知道 我处在哪里 每次打过我 在家里就是扶了他 私心就过去 我要是减资住 就是支出他 心里逼不住了 有的时候 都想死的那种 尽管李女士在场上 立正自己清白 但是韩先生 早已给妻子 贴上了外遇的标签 而且这件事情 就像埋在韩先生心里 随时会爆炸的一颗炸弹 情感上的不信任 让李女士受尽了 韩先生的殴打 他背负着委屈和伤痛 强忍着和对方生活 但是李女士从来没想过 指责他不忠的丈夫 却在情感上背叛了他 他现在我们一直问词 就是存在的 就是这方面 我接受不了他 明明是他把你 叫到这个公司来煮饭的 回来的时候 路上我就问他 我说新来的 这个女的煮饭的是谁找来的 他说我不知道啊 再等一下我就看到手机 上面有一条信息 内容就是说 你老婆也来了 我说这个手机 号码谁发的 这个你老婆也来了 他说是垃圾信息 后来我就把手机打开来 看那个通话字了 说每天都有通话字了 有的时候都可以 通到三四十分钟 我就把那个号码打过去 一打就是你接的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女的 到底是谁找来的 他就马上就开始 用100的那句话 就开始骂我了 谁都不跟你一样 你就是个下敬的人 别人都好 我这样说的 不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 你是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 那种隐瞒的态度 是有问题的 对 就为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就吵了吵了后 我就去厂里上班了 我就受不了忙 他说这个就是 梗梦就不存在 我这个人 甚至有笨 他知道到现在 我手机 信息什么都不会玩的 一个手机在手电 只有一个打电话 接电话 为这个女的 就是帮我打了一份 他每天把那个女的 早上六点钟开个车 到人家去 把人接到工地 等一下到晚上八九点钟回来 我就说你 我每天在家做饭 你烧了一大堆 他回来 他说他吃了 在那儿在工地上吃了 一听两天都无所谓 你尝尽那样子 心里不舒服 心里肯定不舒服 因为工地上生活那么差 一阵我们都是不吃的 他就说你管我那么多干嘛呢 为了这个事情 然后你们吵起来了 对 吵起来了 他就动手打我 打到我女儿报警了 从那一次我女儿报过警后 他对我女儿怀恨在心 说实话我女儿在指听 他是好喜欢好喜欢的 激恨女儿了吗 对 就从那一件事 我觉得就从那一件事后 就激恨我女儿 我请个手饭 你就天天吃 就是接送他了 那天为什么动了手呢 动了手 他就是说我 跟他演的有关系 我就说嘛 我说就是人跟你连个不一样 你不要把人家想象那么抵挡 他说有因为孩子报警 所以你对女儿 女儿小他叫暴力 韩先生最后我想问一下你 现在你眼里的他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五 自己本人的说 是没有话说的 确定呢 我也看不到 他知道我一听 说不到两句话 不是 两人说话说话 反正他问一句呢 我就答一句 如果我们论情感的话 你对他心里还有爱吗 还有喜欢吗 那个肯定有了 你有感受吗 没有 从来不会真正 就像用情的方式一样 尽管韩先生表示 直到今天 他还喜欢并爱着身边这个女人 但是在经济上也好 情感上也罢 李女士坦言 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丈夫的尊重 最令李女士痛心的是 连他们共同生育的女儿 都受到了很大伤害 我女儿越来越大 对她成长受很大的打击 有一次 我是很喜欢搞干净的人 她就是回来了 鞋子一摘一丢 搞得不干净 我就骂她 她小的时候 我骂她 她会顶顶顶顶 但是现在长大了 她就没顶着 她直接跑到前面房子里 蹬了一个角落 哭了好久 她就说 此时你们都从来不顾我的感受 你跟爸爸吵架 每次当我们打架 别人养孩子都是个宝燕 我在家里就把我当大人一样 这些话 你有时候有跟韩先生说吗 你跟他沟通不了 这一方面 他从来不顾女儿的感受 韩先生 你听的是什么感觉 我那个女儿呢 她总怪我女儿 她是无许亲她的 她不亲我的 你的意思是 女儿会这样 是因为她的原因 是啊 谈到女儿的事情时 李女士哭得梨花带雨 可是韩先生却不为所动 接下来 我们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会如何化解这一场 复杂的家庭矛盾呢 律师钟正 首先有话要说 南方你在给你的孩子 老三的这个家庭经费 知识上这一点 我是非常不认同 你觉得自己能做 就帮一下 出发点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 关键是你这种教育观念 可能有很大的危机 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成年了 在法律上 你就没有这个义务 都要进行抚养 更关键的是 在整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如果你的子女 他自身没有一种饥饿感 和危机感 他自己很难承载 你要痛下决心 让他自己争打地站起来 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义务 第二点呢 你的家暴 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是违法的 我们一定要杜绝家暴行为 和冲动做事 女方 她如果有今后 还有家暴行为的话 你不要考虑抹黑 你考虑自己的尊严 可以向法院 申请人生安全保护令 禁止她在你身边活动 好 韩先生 到现在为止 你可能会觉得 除了家暴的事之外 但是其他的事 你好像还是很迷茫 你会觉得 我怎么了 你可能还会觉得很委屈 在我来看 你是一个自以为是 边界不明 唯我独尊 简单急躁的人 今天说的几件事情 无论是 你所谓的体贴儿子 给孩子钱 包括这孙子的种种费用 还有你自己的一些 不明的情感 种种的事情 都说明了这几点 儿子已经成家了 三十多岁了 你不是让他自己去努力 自己学本事 凭着自己的能力 一步一步地去上进 你给他花这份钱 这样只会让你的孩子 误入歧途 孩子三十多岁了 有自己的收入 有事没事 就说我钱不够用了 这边KTV啊 吃饭啊 他就会想当然地 去来找这个老父亲 你这是严重的界限不明 而且你还自以为是 你觉得这是我孩子的事情 我老婆不用管 但是韩先生 您现在和李女士 是法律承认的 合法的夫妻 在财产上 在你们的公共支出上 他一定是有知情权 这是对他的不尊重 你是和妻子无商量 无交流 无沟通 无尊重 但是你有什么呢 有暴力 有威胁 还有侮辱 在你们家里面 我这样一路听下来 真的就是一个家长制的 封建制的 一言堂的家庭 你没有把你的妻子 当作你的伴侣 你把他当成一个 小小的员工 你有没有想过 你对他说的那些话 打在他身上的伤 也让他的内心伤痕累累呢 还是要说 如果你不改正的话 不调整的话 他会离开你呢 韩先生 第一个问题 负担 儿子 孙子 他们的一些 每个三两千 不成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理 是因为你一直带着补偿 这种心理存在 在第一段婚姻当中 孩子过早的 失去了母爱 你急着在弥补 你用这样的方式 在告诉妻子 第一 你是我的妻子 你要跟着我一块去爱我的儿子 第二 你是孩子的后妈 你怎么敢不同意我这么做 这是一种隐形的绑架 他凭什么不能 真正帮助儿子解决他们家庭当中存在的一些经济的凸显出的问题的话 是应该把他们叫到一起 儿子 儿媳坐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 谈一谈 怎样去解决儿媳贴补娘家以后 导致家里的窘迫 这是帮忙 如果你一味地去用你的钱去填补这个窟窿 你在助长你的儿子去啃老 你觉得你这是在帮他们吗 在情感上 你根本没有真正从内心去尊重过这个女人 因为在你的内心生腾着无比的大男子主义 你觉得女人就是为我所用的 生儿育女之外 不许给我颠惹是非 平心尽气地想一想 这十多年来 你的妻子在你身边 她去扛起了多少家庭的重担 她付出了多少 她隐忍了多少 你从没有去感同身受过 那些外在的客观的物质的困难 你格外地看重 你会给予 可是你忽略了更多的是内在的 比如说女儿 内心的精神上的需求 女儿需要的可能是 爸爸更爱妈妈 妈妈更爱这个家 你恐怕就只能用钱去支付你的爱 所以醒一醒 韩先生 你不要再用你的独裁 你的霸道 去毁掉这个来之不易的家 几位老师对韩先生 在经济情感上 不尊重李女士的行为 提出了严正的批评 并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对孩子们 造成了很大伤害 调解员胡建云 却从另外一个角度 交给李女士一些实际的方法 希望他能够从心理层面 探知丈夫的性格 找到一个正确的交流方式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韩先生的批评一定的问题 包括李女士对韩先生的批评 韩先生在方法上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本意对所有的家人 包括李女士在内 包括几个孩子在内 他是想用他的这些方法 让大家太平地 稳定地活着 如果一个人他显得像一块石头 但是不是生活把它变成了石头 那我们拿着花的标准去讲它的话 这块石头只能感到郁闷 但是相比而言 李女士其实更像花 李女士在情感方面 很渴望得到关心 渴望得到尊重 但是韩先生更像一块石头 石头的特点 在花看来是缺点 那花的特点在石头看来呢 那也是缺点 所以李女士你想 站在韩先生的角度 他也会说 我在外面挣钱了吧 挣了钱 该给的我也给了吧 剩下的我该怎么安排 我不就是安排了吗 我是没跟你商量 我也没干嘛呀 那我再跟你商量 两个人肯定有矛盾的 那我避免矛盾 我就按我的风格来呗 那按李女士的角度 或者按大家刚才 劝韩先生的角度 他应该怎样处理呢 他就应该非常温柔地 把钱交回来之后 我要给谁谁谁花钱 要给你商量一下 这就不是韩先生了 很多婚姻 在你入口的时候 你为自己选择 另外一朵花 还是石头 心里是要有树的 花跟石头在一起 真的就是不好看嘛 我们古人花兰花 那旁边是一定有石头 但你一定要把石头变成花 或者把花变成石头 都不对 那花跟石头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搭配 它可能是一副特别好看的画 这个可能就生活的艺术 情感的艺术 这个时候他去照顾 他的孩子的时候 你能不能 也像花配石头一样 就跟他讲 这些孩子 从那么早 没有母亲 你心里肯定是 很牵挂 甚至愿意去宠他们 我都看得出来 我也愿意配合 而且我也在配合 我就是一个建议 我希望我更想 他们的母亲 那我们在 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我们两是一体 我们来共同地 来让这些孩子们 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有父母的温暖 跟韩先生要说一下 其实我认为你 有你的这个办事的魄力 但你要注意一些问题 你觉得粗暴是一种气质 简单是一种风格 但是让身边的人 非常的困扰 这么几十年来 你是往外的大江山 但你现在应该转过来 你现在要守天下 要看看家里面 大家开不开心 你自己开不开心 这个时候 你要把很多情感 转向家里面的人 要开始嘘寒问暖 要平衡家里的关系 千万不要搞得 前半辈子忙忙碌碌 后半辈子吵吵闹闹 我觉得这是 你韩先生可以 做一个改变的地方 胡老师 以兰花和石头作笔 告诉李女士 应该摸清丈夫的性格 不要去硬碰硬 换一种温柔的方式 和他相处 同时也劝切 韩先生岁月不饶人 付出情感 才能留住身边人 李女士和韩先生 愿意做出调整吗 他们的婚姻 能否继续 接下来 密室环节展开 观察员李凡和廖喜玉 分别带着夫妻俩 走进了密室 聊起家里的经济 李女士 还是憋着一肚子气 每次我们要给他儿子 给他身子搞什么东西 或者说什么 他的儿子就 就认为理所当然 这一点我就有一点 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这次嘛 我为你的儿子付出的 是三个儿子都这样 是某一个 不是就一个 小的 老大老二 他们什么东西 都是很独立的那种 就是你首先 可以和你丈夫交流 比如说我们付出 我们的一些心血 物质等等 我们肯定是希望收到 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你告诉你的丈夫 你说你看 你这样去帮 我们家这老三 我肯定也希望 我们家老三 跟他像哥哥一样 老大老二一样 更加独立 更加担当 可是这样你看 我们又花了钱 他们日子还过不好 对 一个日子还过不好 第二个 养成了惰性 我不是说心冷这份钱 就如果说 他有帮助 我们是肯定要帮助 我把这三个儿子 事如己出 当着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 老大老二做得很好 老三呢 要向老大老二学习 希望孩子变得 更加独立有担当 尽管李女士心是好的 但在沟通技巧上 还是要多把握 此时 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和韩先生 正在做着交流 听完老师们的发言后 密室里的韩先生 态度上发生了很大转变 他来家的时候 你们的孩子还都未成年 他给你三个孩子 那我觉得他就住得 很好的一个女 可以吗 你有房子 有家居 踩电电视 冰箱 摩托车 汽车 啥都有 但缺少了一样 你觉得缺少了什么吧 缺少了一个姑娘 缺少了孝顺 人还是个好人 但是你的脾气太糟了 以前的事情 没有提到的 密室中 韩先生肯定了李女士 对家庭的付出 并希望以前的事情 不要再提 他愿意做出调整 你也学费控制起 你愿意吗 愿意吗 愿意那就好 韩先生的这些表现 能够挽回李女士的心嘛 接下来 廖锡玉老师 带着韩先生的想法 来到了李女士身边 和他进行交流 第一个 他就觉得以后 简单出国的方法 他是不会有的 以后再也不可能 他定屋 跟我女儿很亏气的 我跟他分开 我跟我女儿 我能过得下来 如果他不做调整 你就要坚决要离婚 是吧 就是这么调整 我不嫌 我心里接受不了 此时李女士内心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离婚 他真的一点机会 都不肯给韩先生吧 我们这里可以进行什么 可以进行跟你写协议 现在十月份来了 对吧 马上就要面临过春节了 你给他五个月的时间 我的意思 我之前五个月了 这五个月十分之四个月 打电话 不是无容我 就是忙我 你听我讲 我之前什么招数都用过 你决定还是一定要离开 对 如果不管他怎么样 比如说经济归女管 那是不可能的 李女士连看表现的机会 都不肯给丈夫了 而且她不相信 丈夫会在经济问题上 有所改变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 丈夫调整的决心 廖喜玉带着李女士的想法 再次回来 和韩先生进行沟通 家里的这个经济 有些东西 就像你说的 还是给他信任 好吧 这个可以 本来 李女士是不抱希望的 没想到韩先生 却在经济上让步了 韩先生的这番表现 会改变李女士 离婚的想法吗 接下来 李女士又提出了 想要房子的要求 李女士还在犹豫 她对离婚的事情 依然没有松口 观察员廖喜玉 带着李女士的想法 再次回来 和韩先生沟通 对于李女士提出的 一个个要求 韩先生放下了 霸道总裁的姿态 一一都答应了她 韩先生做出了 这么多妥协 李女士能够为之所动吗 考虑到孩子成长 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而且自己一而再 再而三提出的要求 丈夫也都答应了 李女士愿意 再给丈夫一个机会 这样子的 我回去住可以 但是我们那个 比如说现在要拉勤 把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 那个房子 要重新转去 为了求得尊重和地位 李女士在密室当中 反反复复提出了 多个要求 最终协议将以 怎样的内容呈现 韩先生 有什么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节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 收看金牌调节 密室已经结束了 我们把协议 给你们双方念一下 好的 协议第一条 男方承诺 今后不再进行 家庭暴力和言语辱骂 给女儿提供 良好的成长环境 尊重女方 在经济上的知情权 尤其负责 将坐落于某处的 一套房子的重新装修 男方确认 如未履行前述承诺 前述房产归女儿所有 第二 女方承诺 在男方履行前述承诺后 愿意结束分居状态 回来居住 第三 双方承诺 夫妻之间彼此忠诚 在情感上互相信任 平等沟通 相互尊重 给彼此半年时间 视情况再做最终决定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签字 两位都是自愿的吧 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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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的啊 韩先生以后温柔一点 你以后发现你稍稍改一下子 他就很感动很温暖很满足 稍稍有个态度一个肯定 其实你心里一直是肯定的 但你今天是第一次这样说出来 人家的要求不是太高 要不然你三个孩子为什么那么接纳他 我们年纪大了就要变得可爱起来 说你们有一件事情要完成是吧 老婆对不起啊 你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到现在对你说出来 今天终于说出来了 老公 此生你是个前老挨家的人 希望我们之后共同调整吧 真的 好 我们共同调整吧 好 也感谢整排调整的各位老师 你们辛苦了 强硬的性格迎来的不是人心 而是他人对你长久的忍让 总有一天身边最亲密的人 也可能会离你而去 何不收敛一下自己的霸道 不求温润如风 哪怕点滴的温柔 也许也可以为你和你爱的人 留住长情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客